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上期节目咱们聊了徐征夫妇想移民美国 结果8.21亿 哎呀 唯一想到这么多钱 拍戏半辈子秒回解放前拍大腿 但凡多做点功课 这钱也不可能被冻结 是吧 然后再接着说到美国 徐征夫妇不是想移民美国吗 那么美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顺着钱的脉络 咱们一步步展开 先看一看徐征两口子夫妇 我做这么一些话题 网友怎么说 说钱的问题 国际汇款问题确实很麻烦 但是虚拟资产会让它变得相对简单 与时俱进需要放下传统多学习 这是一个时政频道 我就不给区块链做宣传了 也不给他带货了 以后有机会再去适当的说 然后有网友给出不同意见 说民主自由和独裁专制不能苟合 道理上说的对 但是要是放大了拿放大镜看 里面就会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落到你的头上 那就是一座山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一二十年就让你翻不过身了 所以说民主独裁道理归道理 现实归现实 还有说真正爱国人士都应该去美国 人可以走 钱留下 这我是觉得说到心海里去了 你徐征你在国内你拍联系剧拍电影 赚了这么多钱 说走就走 不好意思 钱留下 李卫当官人在窘图 这都是徐征以前的电影 你看有的人说老黑说的没错 欧美国家的银行真的很坑 有的每个月要从你账户上扣 说什么维护费 但凡在欧美国家待过的就能够理解 就能够深刻理解我上期节目 讲的关于一些银行的一些观点的一些话题 上期节目的徐征移民不移民 财产冬结不冬结 咱们就稍微点到为止两分钟 再说他移民到美国去 想去哪里去生活呢 他的目的地 新闻里也没有说 你是要去加州 还是去德州 还是去佛罗里达 还是去纽约 还是去什么拉塞维加斯 哪里都没说 但是你看这个华人的目的地 怎么说呢 百分之五十 应该都是以加利福尼亚为目的 你看老游乐队的加州旅馆 那首歌听起来多么有味道 多么有历史的时代感 苍苍感 但是现在的加州 现在的加州真的是不太乐观 我们看这个新闻 叫说什么来着 加州现在准备在干嘛 准备向黑人赔款 向每位黑人居民支付 最高可以达到120万美元的赔偿金 而且还道歉 而且还道歉 看到这个信息 华人应该有启示 华人应该想我们怎么能够搞钱 既然是在加州 对不对 可能从这个道德上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多多少少支个招 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节目待会说 咱们先看120万美元的事 位于加州奥克兰举行了一场会议 就说赔偿的问题 准备要支付赔偿金了 还要向黑人正式道歉 细节是什么 看看细节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受到银行划红线影响的黑人居民 每年可获得3366美元 累计高达148099美元 同样在1970年至2020年期间 居住在加州的黑人 每年可获得2352美元的补偿 用于过度监管和大规模监禁 这些款项可达115260元 然后重点这120万怎么来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从这些计划和包括的这些其他的款项中 一个71岁 并在加州生活了一辈子的加州黑人 可以获得高达120万美元的赔偿金 总而言之一句话 生活在美国加州的黑人朋友们 我是老黑 我穿黑衣服 戴黑帽子 穿黑裤子 但是我不是黑人 黑人朋友们有福了 可是我就不想了 我蹭一蹭公民老黑 老黑就蹭一下这个热度 动不动人家频道解说的 老黑怎样怎样 老黑怎样怎样 我总是就也老黑又躺枪了 我又躺枪了 不过这跟我没关系 这是加州的黑人有福了 加州的黑人有福了 那么加州的企业可能就难受了 加州企业难受了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的银行业总是爆雷 美国的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 硅谷银行 然后股价的瀑布跌 跌到底跌到死死的 每一个抄底的都倾家荡产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美国持续的爆雷 美国爆雷声响 加州186亿美元债务违约 停止偿还失业救助金 企业承担联邦责任 咱们就简短的看一看 也不是说念新闻 不偿还从联邦政府借来的186亿美元的 失业救济金 你从联邦政府借 你是不是得还呢 但是加州政府大手一挥 我们不还了 我们不还了 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就不还了 该贷款是在支付大流感期间的亏损 随着债务违约 这项联邦贷款将落在加州企业雇主的肩上 他们会被征收更高的税 直到贷款被偿还才能够结束 看一看 加州要干嘛 要给黑人给钱最高要给到120万美元 钱从哪来 钱从哪来 你说加州呢 他也是有债务186亿美元 借的借了不还 不还还要让企业来亏损 在这里咱们可以想象到 支付给黑人最高120万美元的赔偿金 赚了一大圈 这个钱应该谁来支付呢 123 大家思考一下 有没有想到 那就是在加州的企业主 在加州的做生意的 你往大了说是谁 马斯克 不好意思 马斯克人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早就把企业搬到德州去了 不在加州玩了 想到马斯克马上想到李嘉诚 当初中国房地产兑瑞的时候 李嘉诚卖卖卖卖卖 变卖资产 北京的什么东方新天地 黄金地段 卖高价卖 结果呢 没有卖在山顶 但是呢也几乎是卖在山顶了 李嘉诚变卖资产之后吧 这个房地产还稍微又热了大概一年两年 然后才开始往下降的 但是李嘉诚那是一个逃顶啊 你完美逃顶 咱不去奢求人家 但是李嘉诚跑得早 所以说当年李嘉诚跑变卖资产跑路 现在呢那是马斯克把他加州的企业搬到德州跑路 这就往大了说 往小了说那这就跟中国人有关系了呀 因为中国人呢在海外其实都是在夹缝中去去去去撑开一个生存的空间啊呃 这么说吧 以前的华人啊 咱们就不说现在北上走下了 就说之前啊之前20年前啊那些老华人到了美国去之后啊 很少有说去吃福利的很少有说坑蒙拐骗 啊坑蒙拐骗不说 就是说啊嗯对社会造成那种非常大的治安隐患的啊呃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很少啊更多的华人是干嘛呀 踏踏实实的翻店刷碗啊工地搬砖啊 干装修啊 呃到了周末啊到别人家给人去割草等等 呃做那些最基础的活养活自己 华人啊跟黑人比跟南美人比啊 还算是比较安分守己的啊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我个人的结论啊 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欢迎在留言求求爷啊 就是说华人呃 你不管他这个意识形态啊是小粉红了 是爱党爱国了 爱毛主席了 爱习近平了 那怎样大部分还是勤劳的 有一个共同点是勤劳啊华人 然后那些勤劳的华人多年之后啊 可能终于熬出头了 终于得到绿卡了 终于哎呀开店做生意了 开店做生意也比别人辛苦呀 也是就几乎都不休息的 你员工可以要求我五天八小时啊 我要求工资不爽 我还告老板举报老板那个员工 但是老板干活真的是比员工干了吃苦吃的要多呀 在这边我是看到的 我是亲眼见得过很多华人老板 呃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是说偶尔过年逢年过节聚餐的时候 西装革履啊 看着像老板 其实回到自己的店里面 那衣服一脱穿个背心啊 那常年劳累啊 背上贴的都是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膏药 我是看到的背后的心酸 是吧 说这么多做了这么多铺垫 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意思啊 在加州开店 在加州做生意的 开餐馆的 开美甲店的 开按摩店的啊 还是不管你是做什么 这个生意的啊 美国的这个债务违约啊 这么多爆雷啊 这186亿美元要让企业承担 就是包括那些小企业组 包括那些啊 自由职业 不是自由职 这个老板啊 一些个体户 让他们来承担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你得想一想啊 你如何能够躲过去啊 当然了 有些人站在一个政治正确角度 就看来看来问题啊 你就应该交税吗 在美国就应该服从美国的法律 对 那就那站到这个角度 那你这个华人老板 你就必须要干更多的活 员工一天干八小时 你一天得干十六个小时啊 这个钱没赚多少 人别过劳死了啊 得想一想啊 如何规避一下啊 不是说规避啊 也不是说逃税 也不是说偷税啊 如何利用政策合法的 让自己啊 可以过得舒服一点 好吧 实在不行 加州要是真的不太适合生存了 在加州的那些做生意的老板们 是不是要考虑 国内移民啊 就是从美国的加州移民到美国的德州 德州也不太乐观的 北卡州 佛州 佛州桑德斯最近也开始耍幺蛾子了呀 哎呀好像对于这个老板呢 对于这些真正啊 贡献税收啊 贡献价值的人不太友好 不太友好了 这是加州啊 怎么办啊 我也不在美国啊 具体的细节的 你们自己去思考吧 那么刚才不是说了吗啊 这个加州啊 决定向每一个黑人支付啊 最高可以达120万美元的赔偿 还道歉 我就想了华人干嘛呢 华人你就这么老实巴交吗 就这么认人歹哥吗 昨天还前天还做了一个节目说啊 一个华人啊 就是美国北卡北卡州都个大学的一个雇员啊 看毛片 传毛毛片 那种小孩的色情的东西啊 保持你800万啊 最高量量刑啊 110年啊 这就觉得吧 你错归错 但是你这个下手太狠了吧 啊 是罪犯应该惩罚啊 但是好像其他人怎么就没事呢 所以说华人 你得想想 得 得做了什么呀 啊 这里只提供一个思路啊 你要说历史啊 黑奴啊 黑人 你看什么美国的一今年的老电影 不管说是冷山呢 还是乱世家人呢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什么被解放的江哥呀 等等 哎 讲的都是美国啊 有黑奴 怎么样 是历史上黑人曾经是奴隶啊 经过南美战争之后呢 这个奴隶制被废除了啊 现在呢 搞这个命贵的这些事情啊 向黑人赔偿 先从这个政治角度来去看问题 这些人想去通过这些法案 想要去赔偿 我在想是他们自己得捞多少钱 他们说每月给这个黑人 每个月补贴三千多 他自己在这边抽水能抽多少呢 哎 我在这里我提出这么一个疑问 有没有人这么去思考 他抽水能抽多少 这一户黑人每月给几千 他自己能得多少钱 这才是真正的猫腻的地方啊 好 继续说华人啊 华人 跟黑人有没有类伏的地方呢 哎 有 你比方说这个 哎 就说同一部电影说起吧 呃 李连杰有一部电影 第几部 黄飞红啊 有一个片段啊 就是说卖猪仔啊 就是当时还是在清朝的时候 然后说去去什么南洋 其实就是去金山啊 当时就去金山去挖金矿啊 那时候就骗人去美国吗 就是抓猪仔吗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往里抓 男的就让他们去做苦力 女的就让他们去做妓女啊 黄美红那么电影里面不是讲的吗 哎对 讲完电影咱们该讲历史了 在一八呃就是一八几几年 好那时候啊 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旧金山嘛 挖金矿嘛 你包括在美国那一部电影是什么 死在西部的一百万种方式啊 男主男主人公跟别人在在决战的时候 旁边还有还有两个中国人啊 数数中指啊 那个就就一针的画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就是说 那个时候华人已经在美国加州已经是有非常多的人了 不仅是挖金矿 还有干嘛 还有就是说修铁路啊 也死了很多人呢 而且那个时候挖金矿都不让中国人优先去挖 中国人挖金矿那都是处在一个食物量的最底层 别人挖金矿一出头下去刨出一个狗头巾 那是人家白人把狗头巾拿走了 中国人挖金矿的只能够二次三次加工 在河的下游去拿那个细纱去淘金 淘的是比较小的那种金木 就是说吃别人剩下的 还有一个华人我看过史料啊 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也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小伙子 他干嘛 他不淘金 他体力不好 他开个洗衣店啊 然后呢 那些来啊 就是洗衣服的那些白人啊 把他们衣服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他的口袋里面就会有那种啊 稍微沉淀一点点的金纱 他把那些洗衣服的残留物 这些金纱全部都收集起来 慢慢慢慢慢慢就提炼出一些黄金啊 然后后来也是发家致富了啊 这是华人淘金 还有华人修铁路 哎呀 那也是一段新生的历史啊 又做了这么多铺垫 又费了这么多口舌 说华人在这个美国历史上 曾经也是流血流汉呢 也是受尽了不平等待遇啊 在18几年的时候 我忘记了啊 具体的年份数字 我记得不太清楚啊 当时还有什么什么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 后来呢 这个排华法案呢 也是被废除了啊 也是在就是中国华人和一些良心律师的共同奴隶之下 这个排华法案被废除了啊 然后那里的居民都获得了美国的身份啊 从这一段带血带泪的历史 来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啊 美国的黑人啊 他们是贵族命贵啊 可以去向政府交救赔偿的 华人为什么不可以啊 这个新华人就不就不多说了 就说那些老华人吧 啊就是说很多华人 已经在一个什么程度了 就是说普通话说的都不利索了 因为咱们从爷爷辈那时候 就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然后这个汉语吧 很多都不会说了 有的是说了什么啊 福建话传下来 有的是广东话传下来 普通话那都是磕磕巴巴的啊 得缓慢的能够去表达出来 这些祖上三代以上都在美国生活的人 你们 可不可以跟加州政府谈一谈 我们祖上过来修铁路 过来挖金矿 受尽的屈辱 我们也要赔偿啊 哎 行不行啊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搞一搞嘛 是吧 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黑人可以去要赔偿 华人就不就不可以呢 当然了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的华人 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啊 我在这里指的是啊 从清朝时期跑到金山挖金逛 修铁路的那一帮人 以及他们的后代 看一看能不能跟政府聊一聊 是吧 黑人之前被奴役过 我们华人之前也是受过苦受过累的呀 那你说光给这个黑人赔偿是吧 给黑人赔偿应该那人家是命贵 应该赔偿 那我们华人这些后代 也是不是也得意思一下呀 哎 组织一些人组织一些老华人去举个牌子 游个行示个威和平示威吗 合理非吗 如果说真的能够搞出点动静来 搞点钱出来 哎 何了不为呢 反正已经加州已经这个样子了 啊 加州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改变不了他 你就加入他啊 说到这里啊 都是眼泪啊 我也不想去出这么一个招 但是你看看现在 美国这个样子啊 税啊 欠联邦政府的税不还 强加政府头上给黑人钱 每天的北上走线大军 还在源源不断往美国涌啊 美国加州的朋友们 我真的是替你们的将来担心啊 还有人昨天在留言区给我留言了 老黑你应该去美国啊 美国现在北上走线啊 很这个线路很好走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好像好像你去到那之后 人家就欠你一张绿卡似的 呃对不起啊 我是不去啊 你有兴趣你去 我不拦着你 我是不鼓励 不不阻拦啊 不拒绝啊 祝你一切都安好 好吧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